第一周会很腰痠背痛 走路啊或蹲下去或要起床 就是很痛苦 对 应该说一刚开始差不多一百多块 然后再两百多块这样 就慢慢踩就用时间换了 平均一天吗 我刚来的时候一天的话 一百多还是有的 有一次大包裹的时候 我有试过一天抓五百多 最基本的话 包底的话 我能差不多一天两百左右 平均都是一百五到两百块 二百二百之间 那上手之后呢 上手平均都超过两百二吧 因为现在算是季末 所以现在差不多七个小时 但是之前忘记的时候 可以十一到十二个小时 如果说之前的话 大概是十至十二小时这样 现在呢 因为比较靠近尾期 所以八个小时这样 目前来说可能得超过八个小时吧 刚开始的时候一天大概会在十到十一小时之间 然后现在接近尾声了大概就七八个小时这样 就采草莓 就采果了 就采果一直采 对 会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吗 工具 就手跟手套 对就这样 每天早上就是要来到后 把脱离推进来肉里面 然后 就是进到肉把所有的草莓采下来 采完一条肉之后 我们就要拿个空脆回去检查一下 因为要是没检查 失败就在那里喊啊 要回去检查啊 不要漏果 我就要看体力吧 我的话差不多一周吧 因为第一周会很腰痠背痛 走路啊 或蹲下去 或要起床 就是很痛苦 对 一周之后差不多身体就习惯了 嗯 一星期 一星期 一星期过后就可以了 我一个我的团队一起去芒果 一起去采果 一起去采果 现在一直是不确定的 然后我我肯定是还是会跟着这个公司的 之前有说要去采芒果 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可能那边出了问题 所以一切现在都是未知的 所以之后也是想要做 检查类似的工作吗 因为我加上几二千几三千 我差不多待在农场超过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我比较适应这边的生活 然后加上疫情的原因嘛 所以我觉得待在农场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有可能我们会去芒果 也会去捡葡萄 都是在昆州里面 所以都是跟着现在这个团队一起 对 我们会跟着我们公司一起 就是 就缘分吧 就是 我之前在莫本采过五天 然后 后来 就没有采了 是后来我去米兜啊 就是卷汁 然后那边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后来 没什么工作 也赚不到钱 所以然后整个团队就 要移动过来昆州 所以就一起过来了这样 就也 我也没有特别说我要选草莓这样 一开始 我本来是没下来草莓 可是那时因为 我的大老板 他跑去跟我的工头说 说草莓是不错的 你应该给你的员工试一下这样 然后我的工头就来跟我们说嘛 我们就说 好啊 就来试一下吧 之前有捡过葡萄 然后我觉得葡萄也算比较轻松了 但是现在已经 葡萄季节已经结束了嘛 然后 到了草莓的季节 然后听说草莓季节还不错 就想过来尝试一下这样 嗯 想尝试一下 来到这里快三年都没做过草莓啊 好 所以你之前有做过其他的 我之前做过其他的 做过什么 做过橙啊 葡萄啊 就是做过这两个啊 就是草莓是第三个 没有 没有后悔 没有后悔过 说实话没有后悔过 因为我从开工到现在 我只休息过一天 然后我每天工作差不多 都能基本保底的话 就是如果不是早下班的话 差不多一天都有两百多块钱了 我是觉得这边虽然是很辛苦了 但是我能赚到钱 我觉得OK的 你说后悔是没有啦 只是 我觉得一刚开始的时候 上班的时间有点太长 就10到11个小时 对 但是是 因为人手不够的原因 要是其实人 我们公司要是人手足够 它平均也就7到8个小时 背包客现在不能进来 所以人会比较少 所以变成我们上班 可能每天都会有规定说 要采几片田这样 就变成 就是大 要采到比较晚下班这样 如果要先进来做草莓的话 你要先去附近的医院 来看 来检查一下你自己是否有中到那个病情 那个肺炎 如果安全的话就可以来了 农场肯定是有受到影响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的话 你现在 在国境封锁嘛 然后其他背包客可能想 就是想要过来就没法过来 可能想要体验农场生活 没法过来嘛 然后再加上 就是有一些背包客也已经回去了 所以导致现在农场就要采手很多 但是可能 现在人不多 所以就导致了 有一些果直接烂在地里 就没办法采 就会导致 就是农场这边损失挺多的 工作范围内 我觉得农场还是会没有影响 天天都上班 我就是那时候 因为我要挤二千 所以我在Facebook的社团里面看到 就是有人在找 就是在米都娃那边做卷子 对 然后我就先跟着他们嘛 然后做了之后 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整个团队就移动到这边采草 去年10月尾这样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介绍我来 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公投 认识这位公投 我说 靠朋友认识公投 对 有得到这边工作 对 就得到了 怎么说呢 说来复杂 就是之前我在另一个团队 然后那边团队就是可能 就是我觉得公司那边有点问题 我就觉得不可信 但是我在那个团队认识了其他朋友 然后被介绍过来 去现在这个团队的 我就是在Facebook找到了 就是在Facebook招公文那里看到的 因为草莓藏算是 每天都可以上班 每天都有班可以上 然后你自己累了的话 你就前一天跟老板请假这样子 像我自己就是一周会自己休一天这样 那有些人就是想赚钱就不休 就是因为每天都可以上班 因为这个是基金工嘛 所以是你几次休都可以 或是永远都不休也可以 可是我大概会是七天休一次 比较自由啦 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身体可能有点累 或怎么样 你想要请假的话也是也是可以的 就是看自己个人情况 就是没有说是固定安排哪一天大家一起休这样 一周休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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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己排班吗 就轮流咯 我们团队有 就是说我们自己团队可能有二十个人嘛 我们就每个人轮流修 不能一起就轮流咯 就两个两个这样子 最讨厌的是草莓就是不管刮风下雨 然后大太阳都要上班 很多烂果 因为烂果也要捡 对烂果也要捡 然后钱又少 对 说实话我是 我就比较容易漏果 然后SF会过来一直追我 你要回去查漏果 我就这样 我是觉得你速度一旦快起来的话 然后可能会漏果这样 我是漏果比较厉害了 所以可能查漏果的次数比较多 OK 所以你觉得漏果很烦 嗯对 因为查漏果很烦 就是我有试过早上六点 天黑出门 就是我平时五点起床 五点半出门嘛 就是到农场六点 天黑 那时候天还是黑了 上班 然后上到有一天是上到 连天根本都看不到了 都还在采 那因为人手不够远 这是我觉得 我 蛮 就是蛮讨厌 蛮 就是要上太长时间了 对对对 然后天黑出门 天黑回家 对对 就是第一周吧 第一周的时候 你的身体可能会很痠痛 会觉得就是 你不想做了这样子 就是 其实你熬过第一周 或者前十天 就你身体习惯之后就 没事了 就其实可以赚到钱 就是只有 你真的只要熬过第一周就行了 草莓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工作 我希望各位来 就是不要浪费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季节非常的短 是真的 而且来这里 我给大家一个快手的建议吧 眼快手快 无论如何 都一天都不可以卖 眼快和手快 很重要 所以我讲两个词 我觉得 你一旦来到农场工作的话 你一定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说不要觉得 这边的工作很辛苦 你不想要做 因为这个工作都是寄贱的嘛 就是多劳多得 如果你想要赚得多 首先你自己要付出 我觉得你一定要 有强大的内心 还有你自己身体 自己的承受能力怎么样 草莓还有一个辛苦的地方 就是下雨天 我们还是一直工作的 所以可能天气的原因 可能容易感冒 所以你一定要备好 记得感冒药啊 就是还有一些 就是雨鞋什么的 就比较适合下雨天做工这样子 其实这份工作 是可以赚得到很多钱 但是你就是要付出了 你不能说来到这里 你就坐在这里 慢慢踩 但是踩不到 你就是要拼一点 要拼命一点 你付出这个工作 你肯拼 就一定能赚得到钱 我们这里下雨天也上班 下雨吹风 我看没有龙卷风 它都不会让我们下班 就是它下很大雨啊 它还是会继续上班 所以要准备好 比较好一点的雨衣啊 雨鞋那样 雨库雨衣 所以这种防雨的工作 要准备好 加油 谢谢 好 谢谢阿炫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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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